赛车 赛车 没有人不想赢 但是赛车运动有时候既是很努力的 也是没用的 我之前一直不认可这个观念 直到这场对于争夺联渡冠军至关重要的比赛里 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哇这边看到85号车轻轻碰了一下23号车的车罗 在第三站平坦的比赛结束后 我们33号车以7分的优势位居积分版榜首 在超级联赛Pro的小分叉赛之中 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领先优势 但这个赛制的残酷性在于 只要有一场比赛失利 积分领先的优势会瞬间化为乌有 随着比赛的推进 第四站比赛重访林波赛道 我的队友林丞华回归 小马哥马清华也在结束了TCR世界巡回赛后 回国来给我们指导 让我们车队士气大增 厂上交通情况太混乱了 刚才练习是跟TCR还有KTM这些车一起跑 所以车辆之间的加速性能不一样 厂上很容易混乱 好几圈都被其他车挡到了 这一张车太多了 没办法干净的练习 还有好多那个 跑着 跑着跑着还在看后置镜 我操 平时他操我两次了 毁了我两次了 之前 上一张林波的时候 刹车链要比这个早很多的 现在是可以推迟好多 而且刹下来还感觉余量还挺大 虽然付费练习大家共用赛道交通太混乱 但我们也得到一个有用的信息 同车同赛道同个车手 轻轻松松比之前第二张快了一秒多 原因就是因为环境温度比之前低 引擎动力好一些 刹车点也可以推迟很多 现实中圈数受环境温度影响非常大 气温高很多部件都受影响 不会像模拟器里面的车辆性能那么稳定 所以大家看网络上面各种圈数版 不是同天的圈数就只能作为参考 因为有时温度只要低几度就能快很多 在车里 还行 正式按照这样跑问题不大 但是排位要找好窗口 太热了 太热了 只有台湾赛交给你什么 长期的交给你这个 这个 今天晚上两台超都把它换了 这是最比较保险的一个做法 贩楼不贵 贵不贵 反正你来比赛你就是为了完赛 你不要因为比赛 反来就是应该换 对不对 反正就靠零波不换 反正你们四个车手 一人才买一个半轴 零波这个东西不换不行 其他帅道还好 然后它的水温开到最高已经91 后面热 后面热 所以说讲句实话 进程最好的窗口 其实它其实挺吃温度的 所以大概就那么两圈三圈吧 所以排位通过的话 反正是冷的时候做出来的话 两节官方练习有了官方计时器 我们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三 看圈处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然后零波赛到的路间比较三半轴 所以策略在第二天排位赛前 给我们更换了新的半轴 来全力充斥排位赛 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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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号弯有事故 二号弯有车重复迅 回来吧 回来吧 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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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 刚刚你第一段最快啊 三二四 大部分回站的车手现在都把赛车开到回修区出口的一个位置来进行等待 因为他们想要在排位赛的绿期恢复之后是争取更好的赛道位置 排位赛还剩下的时间并不多 所以对场上的车手们来说这一次登场就必须要使出全力 排位赛策略的策略是我跑到前排成继直接回来换前轮 凌晨华上去主要负责跑几圈我开一下胎放雨天用 他的路上有只猫我操 所以你这里这一圈是被猫挡的 就这个时候我让那只横穿过来 然后躲他 谁能想到比赛时赛道里会出现一只猫 当时我看到还有一只眼花看错了 靠近确认是猫只能躲避 好在影响不是很大 最后排位我们慢的第一0.1秒 排第二发车 鸟?猫啊我操 你拯救了一条小生命 没事 你救了他他已经会被暴打 当时听凌晨华这么说 也想着第二天希望能有点好运 结果第二天正赛发生的事出乎所有人预料 凌波尔两回合比赛都是耐力赛 所以策略安排第一回合我来发车 第二回合凌晨华 中尾 核杖树有问题 什么情况? 踩压烧车 有钱吗? 踩压烧车 踩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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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问题? 三彩油門打滑 打滑正常啊 現在雨天啊 是 那個有點像伴走打滑的樣子 所以直接轉一圈一圈上來以後 然後會有叨叨叨叨叨的 他說有點像離合器伴走打滑一樣 正常來說我們領客啊 或者其他的車也是轉不動的 嗯 就現在很滑 對 現在就很鬆很滑 就說明一邊是兩側的人是你給油的時候 一邊一搖 一邊不搖 現在肯定是來 反正你先開 你現在反正去適應一下這個車 好吧 OK 繞過最後的兩個彎角我們看到 從幹位發車的是畫面當中靠右側的 這台紫色的官方塗裝的賽車 而畫面左側的這台黑色的33號 就是來自摩賽車隊的高翔和凌晨華搭檔的賽車 這位紅燈心的比賽正式的開始 來看一下頭排起步的兩位車手的一個發揮 發車後 車輛的問題一球 全油門直接空轉打滑 只能收回一半油門 起步就讓我丟掉了兩個位置 我們看到44號車已經來到了靠前的一個位置上 高翔和凌晨華相對來說比較保守 已經退到了第四的位置上 現在前三位都被官方塗裝的這個紫色賽車給霸占 哇 這邊33號車剛才說到 在3號彎的位置上被後車頂到了他的車尾 這個碰撞直接讓我雪上加霜 我以為我要退賽 我在車輛救回來後 發現車輛還能開 但是走直線需要修正方向 現在33號車目前仍舊是在場上堅持 但是他剛才在彎星的位置上是被後車撞到了屁股 發生了一個輕微的打滑的情況 所以要看一下場上具體的一個排名 我把這邊看上去 劉曉華已經來到了第五位 這次碰撞產生車損後 讓我非常神奇 我瞬間殺紅眼 超車慾望非常強烈 但是到了加速區域 車輛的狀況讓我恢復理智 剛才的撞機導致車輛行駛會擺動 加上全油門會打滑 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後車追上來 這後面是摩賽車隊的一台賽車 要確認一下這是55還是33 如果33號掉的位置比較靠後的話 這對於他們的年度積分 將會產生一個巨大的損失 先來看一下劉曉華 現在排在了第四位 33號車暫時排第五位 這樣的話還好 他沒有掉到後面 上上以後雨勢變大 我覺得我的機會來了 這個雨可能可以彌補車輛加速上的劣勢 因為大部分人都選擇乾地跑賽道 所以雨天的經驗比較少 而模擬器練習的雨天經驗 就可以讓我在這裡發揮出來了 加上我們比賽車輛是沒有ABS 雨天的煞車控制可能就是我歷盡重生的關鍵 賽車模擬器不是說有什麼奇效 而是一種節約時間節約精神的練習方式 所需要的努力和現實賽車是一樣的 外面雨好大 現在來看一下28跟44號車兩台賽車的一個爭奪 這邊雨勢非常的大 賽道的積水非常的明顯 在下鋪的路段要特別的小心 經過一圈的試探後 雨天的煞車點找的差不多了 我感覺可以比前車往煞車 於是開始嘗試利用彎道來追進 5號彎有車 經過5號彎 看到撞我的66號車也付出了代價 退賽停在賽道邊 讓我心裡稍微舒服了一點 有消滑在大直路上嘗試探頭 想要進攻前面的44號車 這邊雨勢非常的大 33號車也跟在後面 現在要來看一下 這幾個車主之間的一個爭奪 21號33號和6號車 就是年度的爭冠的幾個重要車主之一 這三車在賽道位置上排在一起 13號彎 紫色途中的車輛失誤導致兩輛車都慢了下來 我想著抓住這個機會在山頂掉頭彎內線超越 這邊我們看山頂的回頭彎的部分 33號車走內線過掉了21號車 但是出彎的油門打滑 讓我差點被防超 劉曉華現在看上去這個第四的位置 並不是特別的穩固 這邊看一下是不是85號車跑到了賽道的外面 現在看上去33號車的速度非常的快 這邊已經過掉了44號車 來到了全場的第三位 這邊雨勢非常的大 對於車手們來說需要小心賽道的積水 劉曉華現在也要嘗試向前面的44號車來發動進攻 如果他沒有辦法快速過掉的話 有可能會被前車拋開一個巨大的差距 真當我以為這個雨勢會幫助我的時候 天橋後的陽光灑進車內 讓我心涼了一劫 如果雨停的積水變少 對我的車款來說非常不利 哇 雨勢非常的巨大 這邊看到有一台賽車出彎的時候 這邊加上這個有點太陽雨的感覺 能見度已經下降的非常嚴重 而在2號彎的位置上 我們看到有一台賽車是衝到了水泥的緩衝區的部分 我們通過直播的畫面當中 幾乎已經很難看清賽車的這個車身的號碼 以及塗裝 這對於車手們來說也是巨大的考驗 這邊看到地上應該已經是產生了一個浮水的效應 我們看到車手們在這樣的天氣情況下 還能駕駛賽車是相當的困難 這邊6號車的煞車點看上去 可以選擇的稍微有一些晚 一定要小心在這個時候 如果衝進沙石緩衝區 基本就宣告比賽結束 這應該紅池了我覺得可以 這雨量都可以紅池了這個 這邊你們已經看不到後面的車輛 在賽道當中的一個相對位置 目前看上去還是高翔和林成華守在第三 這邊剛剛說完啊 TDCL車隊的20號車衝進了沙石緩衝區 而你們看到在上山的位置 應該是85號車衝到了賽道外面 損失了相當多的賽道位置 而現在看到這邊應該是328號車 是在緊緊的跟在劉蕭華 還有這個高翔林成華的後面 這樣的話是全場的第三第四和第五位 向上去44號車已經被328號車給過掉 哇我們看到328號車的速度非常的快啊 出最後一彎的時候 我看後車還離得比較遠 走正常行車線 但是我完全沒想到直線速度差會這麼大 當看到霍士靜後車從水路裡衝出來的時候 我非常絕望 這個速度差根本防不住 這邊看到2號彎的位置上 我們看328號車要超前面的33號車應該已經過掉了 但是它的2號彎走的非常的大 一定要小心 劉蕭華在2號彎的位置上應該也過掉了33號車 33號車在1號彎 2號彎的連續彎角方面相對來說是非常的保守 這樣的話賽道上我們看到 包括21號車還有33號車是再次的會師 跑在了一起 這幾個年度爭冠的車組 賽道上展開激烈的較量 車輛又滑又加不了數 看著前車越跑越遠 我當時都迷茫了 想著安全完賽算了 所以9號彎有防徐 9號彎有防徐 但是在9號彎 前車在激水區煞車爆時打滑衝出賽道 讓我又感覺有點希望重新點男人鬥志 他說這直路很慢 賽道上看上去競爭是非常的激烈 因為來到了能度的積分爭奪戰至關重要的一戰 後一圈同樣的位置 剛超越我的6號車也在激水區 BOSS煞車滑出賽道 我們看到目前在場上 33號車 6號車又發生了位置的變化 現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這場大雨真的是令賽程增添了非常多的變速 現在看到33號跟6號車在賽道上來進行纏鬥 這是第四名的爭奪戰 同時也是年度積分榜這個至關重要的一個位置 前面直線被超過車後 我就提前走入類線阻擋 心想的再慢也要拖住後面的車 不能輕易被超越 33號車雖然目前在領先 但是現在6號車後面看上去速度相當的快 在直路上 6號車要發動進攻 線路上33號車更有優勢 它在彎道的內線當中 下一個彎是左彎 但是伴隨著接下來的下一個彎 是連續向右的一個彎角 看看6號車是否能夠通過連續的彎角 持續著追進前面的33號車 而現在劉修華我們看到相對來說 跟這兩台賽車的節奏 跟的是並不特別理想 而現在33號車守在第四的位置上 後面是中科跟朱航肖 哇我看剛才畫面一閃 33號車在下坡的路段 鏡頭鏡頭 鏡頭鏡頭 高翔甩了一個好大好大的 33號車在下坡的路段出現了一個打滑的情況 看一下是否會影響到他的排名 剛才是畫面一閃而過 我信應該是並沒有損失太多的賽道位置 然後再到花車區大直線攻防 後車知道我會走淚線 就完全防不住了 但是 沒想到四滑的賽道再次幫助了我 你後面的走後輪toout被撞了一點點 現在進右彎會有點甩 進站的時候你再查一下那個 你看一下半軸那裡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來不及啊 來不及 算了 比完賽再說 高強高強這一圈進站 高強這一圈進站 只能一半油門不能全油門 怎麼了 不能全油門 那沒關係 現在只能先比完賽再說了 跟林辰華講半油門升檔 全油門會升不了檔 這邊我們看到33號車組 摩賽車隊的33號車組 也已經是回到維修站當中 這邊要完成車手的更換 然後林辰華將會跟場去完成剩餘的賽程 我想說可能全油門不能升檔 全油門不能升檔 全油門不能升檔 現在也沒辦法 定量完賽 定量完賽 哇 這邊44號車在剎車的時候 應該是自動力用的太狠 所以出現了一個甩尾的情況 你試一下油門鬆一下再踩 油門鬆一下再踩 油門鬆一下再踩會不會有反應 這邊84號車是衝到了緩衝區當中 這邊是48 剛才停在沙池緩衝區的是84 48號車在 啊 這邊44號也停在了賽道上 以下三台這個號碼當中帶4的車 看上去都突然間停在了賽道 這樣意味著賽會要出安全車 因為賽道的三個位置上都有停在賽道邊 或者賽道中的車輛 因為現在場上退賽推了很多車 你只要帶回來就有機會 你先跟上前車 先跟上前車 然後現在是安全車 現在比賽還有13分鐘 紅旗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賽會出示了紅旗 比賽出示紅旗的話 有可能是會重新的來調整發車位 因為現在整體來說 我們看賽道上的事故 已經大部分都清理完畢了 而且也沒有特別嚴重的事故 賽道的狀況也應該符合 可以繼續在比賽的這個條件 所以應該有可能是出紅旗 把發車順位調整回到 各個車主應該所在的一個位置 然後再重新的來進行發車 反正現在完賽就有積分 再慢也沒關係 現在是動力很差的是吧 然後只能基本給油都不聽使喚 那是油門踩下去什麼反應啊現在 油門踩下去它只會不停 它鑽石上實在是車不傳動 所以我估計傳動走壞掉了 不要噴車 大家理解不要噴車啊 OK知道了 你反正就盡量去玩 反正就跟著前車 不會開玩的 好的我們看到安全車帶隊 重新回到賽道 這樣的話比賽回復到安全車帶隊的一個狀態 接下來就看安全車帶幾圈 如果只帶一圈的話 比賽還剩大概就是9分鐘左右啊 9分鐘不到的一個時間 如果安全車再帶多一圈 那其實剩的圈數就真的不多 有可能只剩下兩圈 不會封打再去玩 哇這邊看33號車停在維修站當中啊 沒有出去 起跑時發現車輛故障的那一刻 心理清楚可能隨時會被迫停下 但心中依然抱著希望 也許它能堅持到最後 然而當車輛最終停在賽道上 所有前面大家的努力和拼搏 在比賽接近尾聲的時候 突然化為泡影 那一刻的無力和失落是無法言說的 這樣的話對於33號車來說 會損失大量的積分 原本他們排在了這個 創始人車主積分的第一位啊 如果這場比賽零分收場的話 是會對他們的年度爭奪 這個冠軍的爭奪戰 產生巨大的影響 賽車的殘酷就在於此 努力與實力 甚至完美的團隊協助 有時候都不一定能換來好結果 因為它還需要那份不可困的運氣 那沒辦法 如果車輛能走起來的話還是很太晚了 非常的遺憾 33號車被工作人員推回到了車房 意味著這個回合它將是沒有積分入障的 這次很不走運 紅旗後重新進台發車 車輛徹底不能結合 比賽最後幾分鐘在維修區看著場上對手死過 很難受也很無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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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去哪兒 都是 誤例 店員 看街評 店員 こんな 自己一個超少公司 店員 ホday 店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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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车队检查是车辆离合器故障 不能正常结合 一直打滑最后磨光的离合器片 不过好在车队连夜更换配件 让我们第二天可以继续参赛 绕过最后一弯 我们来看一下超级联赛Pro第九回合的罚车 这边红灯熄灭 比赛是正式的开始 45分钟的倒计时 为什么 手那么大 为什么林串华在后面 林串华怎么在五光华后面 这个是 刚刚发生什么事 由于第一天我们是最后退赛的车辆 第二回合在第14发车 林串华看了一些慢车太多 想兜外线 结果遇到前车在躲避 给挤了出来 下降几个名次 现在对于33号车组来说 必须要快速的找到一条出路 如果持续的陷入到车阵的争夺战当中 有可能会损失非常多的时间 这也意味着他们将损失大量的积分 所以现在看上去他们的节奏目前还没有走起来 跟前车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的巨大 这边连续的减速弯角方面 几台赛车是推推嗓嗓 大家的差距还没有拉开 我们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33号车组其实是有实力 在向这个全场的领奖台来发起进攻的 但现在他们身处在车阵的中游位置 还需要再稍微再努力加把劲 一开始结束 也把李光华看成了林串华 也有我们在中间的位置 如果按照这样的名次和顺位完赛的话 那么年度的创始人的车组积分方面 应该会形成一个21号与85号车组之间 去来争夺一个年度车组的一个冠军的局面 不过好在林串华很快找回节奏 开始追击前面的对手 这边摩赛车队的这台战车目前在场上还是想要尽快的来突出重围 再往前面赶路 而33号车目前还是在12的一个位置左右 在上一圈过线的时候33号车是排13位的 所以对于33号车来说 这场比赛是一场硬仗要打 甚至有可能是在这场比赛过后 他们就会损失掉原本这个积分榜方面的一个优势 而变成追赶者的一个角色 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分是非常关键的 不过在这一回合的比赛当中损失更多的积分 真的有可能会彻底退出年度争冠的一个行列 我们车辆虽然换了离合器解决了传动问题 但比赛发现车辆动力跟不上其他车 全数比我们自己练习慢了两秒 只能靠前车失误最近来延迟刹车 而这个动力问题的原因 车对赛后检查是火花塞有问题 但这种问题没再赛到试车发现不了 比赛期间赛到不开放测试 修完车只能是比赛时才知道有没有问题 现在看到的是全场的三四五位还跑在一起 现在我们看55是一马当先 排在了摩赛车队两台赛这个靠前的一个位置上 我们的前车也订成为真正宝 我们的率费针 我们之前的偶尚 我们沿rite 维修区的窗口开放的时间是15分钟 所以留给场上的车手停站的时间还比较长 现在维修区窗口大概打开了快接近5分钟左右 现在我们看到摩赛车队的两台赛车也留在赛道上 排在第八和第九 现在追到了44和328 这一圈进站换人 哇这边55号车跟场上的44号车来做位置上的争夺 而33号和328号车是选择要停站的 光晚没想到我们进站的时候 遇到其他对手的车辆同时进站 并且不知道什么原因 在过迅速线前就降到非常低的车速 导致我们这次进站损失了6秒时间 直接调到55号队友离光华身后几个名次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大概24分钟的时间 这边33号车摩赛车队的这一台赛车 是重新的回到比赛当中 场上仍旧有车手和车队在争夺这个名次 好的你前面有两台慢车 你前面有两台慢车 尽快超过尽快超越 这边来看一下赛道上 出站以后我们调到原本超掉的66号车后 而66号车和85号车是一个车队的 我们不确定他们会不会有车队车队来阻挡我 但是我们的车辆动力不正常 追前车非常实力 出弯前段很慢 弯到最近一出直线就被拉开 之前的车手都轮程停站之后 名次上有所下滑 55号车在出站之后 现在应该是卡到了汪光耀和瑞豪的赛车前面 后面分别是85号车 后面再是66号车 以及自己的队友33号车 这个集团的争夺人就在继续当中 我们看到陈毅玲这边想要去超越前面的3号车组 但是暂时还没有能够获得成功 因为这几个车组之间的相对位置非常的接近 如果在超越失败之后 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反而是调位置 这样的话看到两位车手之间的一个攻防站 立刻被前面的55号车拉开差距 被挡了几圈后 66号车在最后一弯失误了 我出弯终于可以勉强并排 我决心抓住这个机会 延迟刹车把它超掉 否则剩余的时间不够去追赶前面的集团 这边看到33号车在2号弯超过了66号车 上升了一个位置 刚才33号超过了66号上升到第7的位置上 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前面的85号车 这两台赛车在年度的创始人车组方面 也是形成一个直接的较量 我们很有可能也会在未来 是成为真正的这个年度的一个冠军的争夺者 再会也给出了公告 维修区的这个窗口已经关闭 OK 不要扔 不要扔 那这边33号车在 9号弯的具处位置上 利用内线晚刹车是成功超越了85号车 这边看一下出弯的位置上 33号车能不能够稳固守住这个位置 这边看上去66号车也要寻找机会 要趁机来向前面的8数号车发动进攻 这边来到山路的部分 记录尾端结束之后车上就开启这个登山的一个模式 在登山的过程当中会有两个点路的弯角 这边看到85号车轻轻碰了一下33号车的车尾 这样33号车一个精彩的旧车 索性赛车没有打滑掉头失控 不要放跑自己节奏把它带开 现在要看33号车能否继续稳住自己的正脚 来守住后面后车带来的巨大的压力 你现在是全场第六 你前面车有大概2秒3 你比他快 等于在上一圈两圈的赛程当中 33号车提升了两个名次 还有1.6秒 这一圈就分了前面去了 33号车最好的结局 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能够重返前五 甚至回到前三的一个位置上 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帮助 至少会控制损失 这对于他们在年度争冠方面至关重要 来了来了 高翔也来了 现在还有最后五分钟 我靠 这切得我了 可以可以可以 OK顶上去 可以了有机会 出弯找他 早点可以用 先把他逼一下 对OK 现在对于刘萧华来说压力就非常大了 因为后面的两台赛车都是来自摩赛车队的战车 来了 刘萧华慢了 刘萧华慢了 顶住 顶他 现在是比赛最后一圈 这一圈是比赛最后一圈 这边刘萧华要走防守绿线了 应该是感受到后车带来的巨大的压力 所以他把赛车是稳稳地放在了这个弯心靠内侧的位置 别紧张啊 这样的话 刚才说到他一旦走防守线 33号车就有机会贴上来 现在我们看到两台摩赛车队的战车 现在都排在刘萧华的后面 出弯的位置上 看上去55号赛车的速度更快一些 现在对于刘萧华来说 他必须要走防守的路线了 而55号车跟33号车都在走正常的一个赛车路线 看看外线有没有机会 这边要拼出弯 33号跟55号现在反倒是在大直路上形成并排 哇 55号战车 他的右侧轮胎都已经压到了草地上 最后几圈 55号队友离光滑疯狂进攻21号流消滑 使得前车不得不走防守线 两个人的攻防也让我有机会从后面追了上来 9号弯的地方 离光滑走大了 上了点草地 我出弯顺势超越 但我看后视镜离得有点太近了 不敢变到外线 安全起见还是把外线流了出来 从中线进弯 出弯两车并排在外线队友来说很不利 对手分时陷入我就只能放掉不能应急 因为不能再退赛了拿分要紧 在21号流消滑身后 完赛已经能保住积分第一的位置 因为明次间分差很小 但我也没有放弃追赶 还是想争取一切的机会上到领奖台 现在33号车是跟队友的位置完成了互换 所以33号车现在来到了全场的第四位 刘萧华现在几乎是被后车推着走 现在33号车现在来到了全场的第四位 这就是目前看上去最有机会来去冲击联度冠军的两个车组 看看刘萧华最后的两个板脚是否能够守住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弯 哎呀交给了两遍 哎呀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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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小小 teenage虎哎呀哎呀没事才倒两件哈哈哈 画得不一样的哎 但我很想看到颜嘉珍lik就是观望这条鑿ى的前面 对,我也很希望看到 这一场李光华还是比较争气的 我感觉这一站太急了 应该是 到达那个比赛的一个小高峰 而且这个攻防还算是可以的 有点质量 就从前面到后面都是一队一队的在攻 对 很遗憾 最后没有奇迹 虽然没超到第三上连奖台有点难受 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 我们从11追到第4 再次守住车主积分第一 李光华和颜家争两个回合带回8个积分 一起把车队积分也守在第一 虽然退赛变得车主和车队的领先优势变少了 但至少还能有几分优势前往零度收光站来竞争 而在小分叉的赛制里 每一分都显得非常重要 - 几分现在我们又是第一分 - 是 - 没办法,已经是不幸真的万幸了 - 那么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 虽然赛车除了自身努力外还需要运气 - 需要很多的运气 - 但如果自己没有提前努力做足准备 - 即使运气来了也是无果 - 下一集 - 也是这个赛季纪录片的最后一集 - 我们收光站重返珠海赛道 - 最后一战大家都杀疯了 - 场面非常混乱 - 而我们在冲击连度冠军的时候遭遇撞击退赛 - 我们还能否决定反击拿下连度冠军 - 敬请期待下一集纪录片 - 如果觉得我们制作的纪录片不错的话 - 请记得关注我的账号 - 点点免费的账和投币来支持一下 - 谢谢大家 - 我是高翔 - 我们珠海赛道见 - explodes - revel - 把去盖 - 进 - 并有 - 绘 - 勿 - 这 - 站 - 周 - 停 - 站 - 睁 - � - 这里 - 盖